传说唐朝宰相原在被抄家时 抄出了64吨胡椒 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啥它要囤积这么多的胡椒 其实只要学习过中世纪欧洲历史就能理解了 胡椒在那个年代属于香料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 这是稀有却昂贵的奢侈品 其中黑胡椒甚至暗科来卖 一粒胡椒曾经等之于一枚佛罗林金币 有人用胡椒来做价装 有人用胡椒来购买土地和胶税 如果卖的是胡椒粉末的话 称重的时候不仅要关紧门窗 屏住呼吸 买主还要一遍遍地检查 秤上有没有作假 在历史上还曾经发生过 不法商人以银屑掺入白胡椒出售 这种在今天难以想象的事情 之所以这么金贵 有多种原因 一 胡椒不仅是调料 还是最佳的防腐剂 因为中世纪欧洲冬天缺乏饲料 秋天就开始杀牛 需要大量的香料来腌肉 二 胡椒等香料主要产地在东南亚 所有运输道路在中世纪 又被阿拉伯人垄断 对过往商品征收重税 所以对于中世纪欧洲而言 极高的运输成本导致香料价格很高 堪比黄金 所以这在像家里的大量胡椒 类似于现在的贪官家里 有几十吨茅台 直到打通了印度与东南亚的新航路 和在殖民地的掠夺于广州 胡椒才逐渐从奢侈品单出 明初时一斤胡椒十到二十两银子 后来国内能种胡椒了 价格跳水到明末已经不值钱 而白胡椒 绿胡椒 黑胡椒和红胡椒 并非来自不同种的胡椒植物 而是同样的胡椒浆果 用不同手法制作而成的 具体的区别是 黑胡椒等于未成熟胡椒果直接干燥 白胡椒等于成熟胡椒果去皮干燥 红胡椒等于成熟胡椒果加盐 醋等腌制 绿胡椒等于未成熟胡椒果精腌制 说不定一百年后也有人会科普 在21世纪 房产是昂贵的奢侈品 甚至按平方米来卖 一平方米的住宅房 基本等值于两条黄金 21世纪的人们谈婚论嫁 必须要有住宅房 有人用住宅房来炒卖赚钱 直至今日 胡椒依然不便宜 但却已经是 人人都用得起的调味品了 新年将至 家里需要的 可以在下方链接买上一些 他未也能够来